今次美国的大选 有一些我们所谓不知道的第一 这个来自BBC中文网站 现在大家应该看见这位 叫做Sarah McBride 是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现在获选的参议员 他现在将会成为 特莱华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 而他将会成为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跨性别人士的参议员 即是说这位人士 前身应该是男人 现在他转了性变成女人 而是用女人的身份 参加美国大选 赢了 现在营哥网上看到 这个叫做Medicine Calvon 这位人士今年只有25岁 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是1990年代出身的 联邦众议员 这个不是参议员 这个是众议员 下一个 他不是第一 他是第二 有些年纪 这位人士 就叫做Mark Kelly Mark Kelly 就是进入了 美国参议员的第二位 美国的宇航员 他以前曾经做过 乳航员 在太空上飞行过 他成为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 在1974年成为 历史上 第一个乳航员的参议员 就是John Glenn 现在他是第二个 这三个可以说 在今次美国大书里 有两个第一和一个第二